卓西乡公所绿建筑行政大楼11月11号落成街牌 而公所已办喜事用赞美诗歌感恩的心情热烈庆祝 县长徐真卫恭喜乡公所入新屋 也勉励公所同仁提供乡亲 观光客更优质的服务 要打造幸福卓西成为国际典范的城乡 卓西乡公所同仁在台上唱起诗歌活出爱 以感恩的心来庆祝这天公所的大好日子 这是卓西乡公所办理的行政大楼落成街牌活动 各级长官也都到场管理现场相当热闹 这么美好的天气 还有刚才我们诗歌 动人的诗歌赞美 谢谢大家 也谢谢很多的卫兵来参与 县长徐真卫恭喜乡公所入新屋 也勉励公所同仁提供乡亲 观光客更优质的服务 打造幸福卓西成为国际典范城乡 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 我们就来好好的祝福我们的大楼启用 未来我们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性 以及我们很多的需要规划需要补充 相信我们大家一起共同 让卓西乡公所美轮美患的外表之下 更有更先进智慧化的我们的设备 也有我们可以发展一文的基地 新建大楼同时规划防灾中心 以例灾害发生时 在第一时间掌握灾情 提升救援效率 还设有村长联谊空间 以及调节委员会 空间宽敞功能完善 外公宏伟赴原住民族意向 除了要提供 浊西乡民优质的洽工场所 更打造浊西乡永续发展的精神地标 记者高双双浊西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